好,我們也呼應羅民財委員的提案 那這個,我們今天審這個提案的標題 其实我们大家都很清楚 主要就是要普发现金 而普发现金到底要花多少钱 我想大家也都可以讨论 但是我个人觉得 我们今天法案的名称里面 一定要强调异化,强化经济 以社会任性及全民共享经济成果特别条例 我个人倒是起起以为不可 我觉得就是国民党的法案名称比较正确 今天如果是要普发现金 就是要全民共享 然后我们就直接把现金花下去 我们不希望说在我们的这个法案里面 夹带太多 不应该编列在特别预算里面的这些相关的项目 而这一些我们觉得应该编列的项目里面 我们倒觉得 第一个,我们已经有8400亿的振兴条例 其实跟我们今天行政院提出来的法案的名称 也很接近 那把振兴条例里面的这个部分 拿掉的话 剩下就是浮发现金的部分 而这个浮发现金的部分 到底是要花多少钱 当然可以讨论 但是党团里面决意花1万块 基本上有它的立足点 第一个,刚刚我们罗委员刚刚已经提到了很清楚 那第二个,我想 刚刚我们的委员管理也有提到 如果不挤债的话 没有办法花到1万块 但是我们可以以现有的财员 来发第一次的现金 然后等到我们结算审定数 已经确定 我们的税收超收的金额之后 我们继续花第二次 但是在法案的名称里面 我们可以容许 他分成两阶段来执行 这是以上我的意见,谢谢 好,谢谢王总军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赖斯堡委员 谢谢 赖斯堡来,赖斯堡来 赖斯堡来 赖斯堡尚 这个是法条名称哪 你看行政院是什么 强化经济社会任务性 들 全民经济共享 前面那一段不就是 紓困條例嗎 COVID-19的紓困條例嗎 為什麼放這裡 為什麼榆木粉珠 那個所以那個地方 那一部分就去 修改 我們紓困條例就好了 那全民經濟共享 主要就是我們這裡的 發放 環稅漁民 花放現金一萬元 所以 我覺得條例 正本清援 我們希望民政言順 希望 我們請大會支持 我們國民黨團 所提的 稅收操增 全民共享 發放個特別條例 其他的錢 通通去那裡 去紓困條例那裡 或者老實講 追加預算也可以啊 這有好幾條路啊 不見得就走這條路 今天來講的話 為什麼今天有這個 有這個問題 就是因為 操售的實在太多了 還不是4500億啊 4950億啊 多了450億 多了450億 加上 400億的私房錢 給全民 給全民 就剛好一個人多4000塊啦 經濟那一部分再抓一百億過來 就可以多4000塊 一萬塊 所以拜託 1萬塊 有來源 所以 條例 我們堅持 國民黨團 所提的 這個不要跟 防疫的 疫後的 紓困 混在一起 那一部分 應該去哪裡 那一部分 去哪裡 這個 純粹就是講 環稅漁民 或者行政院 一定講 一定要講 經濟共享 那他們就講這個吧 那我們大家來 聽聽老百姓 怎麼來決定 我再強調一遍 行政院的 版本 叫做漁木混租 叫做漁木混租 趁火打劫 我們明明 就是 一個 只有環稅漁民 他要把紓困後的 地方又加進來了 這個 我們不能接受 所以我們堅持 條文 就是應該 國民黨團的條文 最受操政 全民共享 發放的 特別條例 請各位支持 謝謝 主席各位同仁 剛剛提到這個 條例的冷凍期的部分 那 我必須要講說 你即便說 條例沒有 這個 冷凍期 但是之後 這個送進來的預算 從這個第三條看起來 這個 總共有 八款 第八款 才是普發現金 在前面有各式各樣 包括只有一句話 加強照顧弱勢族群跟提供關懷服務 這第三款 那比如說 第五款 他包括說 叫做推動產業及中小企業的升級轉型 然後呢 這個第四款還包括擴大公共運輸的補貼 然後去 這個昨天 交通部長在質詢的時候 他其實對這個 我如果沒理解錯誤的話 王部長對 擴大公共運輸的補貼 也是有保留的態度 然後 就這樣一句話帶過 所以 到最後你這3800億 把他當作預算案送進來的時候 當然立法院不可能照單全收啊 這當然要嚴格審查 或者怎麼會知道說 這個錢會花在哪個地方去 更何況 我覺得最離譜的是第九款 第九款說 其他經行政院何可知強化經濟及社會潤性 有關的事項 完全是一個 在 特別條例在這個特別預算的條例裡面就已經是預算法的一個特殊的狀況之下 他到底我剛剛講的他到底有沒有 符合 這個預算法上面的規定能夠用 特別預算 而且我國的特別預算 被監裁員 這個糾正說有常態化的狀況已經是非常不應該的 現在同時有四個特別預算在進行 那你在特別預算的條例裡面 還加了一個 空白授權 所以 這當然就是 應該要去處理說 你將來預算送進來的時候要去嚴格審查 所以 即便沒有冷凍期 這個條例這個預算也基本上應該要透過嚴謹的這個程序 然後善盡立法院的責任 那為人民來勘緊荷包 這才是應該 有的一個態度 好